转凉了不但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感冒喉咙沙哑 这流感似乎也让不少人喉咙都扫痴 那么立委也已经就说用糖水煮香菜来喝 这是可以护赏的 一人王力宏则说要喝苹果醋蜜水 但是黄小虎认为皮蛋泥最好 到底哪一种最有效呢 带你来看 我还要拜托道友调好不好 好 现在剩20几天而已 我要告诉大家 这次的选戏很重要 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感冒骚 现在喉咙都快没声音了 选战倒数碰上流感思虐 一感冒要不破音 其实有妙方 豪迈撒下两匙冰糖 热水烧开再加上香菜 这甜味加上菜味 口味刚会喝 这其实是身经百善 立委叶一经的people 连喉咙沙哑的民众是喝了都这样说 我觉得很好喝 因为我本身喉咙有点撒哑 所以喝了之后 我觉得后领又比较舒服 除了香菜糖水还有皮带泥 简单的用汤匙捣碎 据说这是美声歌手黄小虎的独家偏方 看看民众的表情 他似乎不太敢礼教 而另外天王级重要歌手王力宏 也分享了自己的洋藏小配方 用大约150cc热开水 加上一瓶盖蜂蜜 以及约300cc苹果醋 搅拌之后再请民众来喝 发现味道酸酸甜甜的 就像苹果汁 而医师也说这苹果醋蜜水 是最有效的护嗓兼养生方法 护嗓我相当于说就会比较好 至少在这三个钟来说 这三种来说 它的适用性 相当于说也比较广泛 一般大概什么情况 大概都是可以适用的 护嗓方法百百种 其实不论是香菜糖水 苹果醋蜜水 或是皮带泥 嗓子不舒服的民众 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养嗓啦 现在是黄胜云 邱俊轩 台北长报道